有平民媒體根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的統計資料 發現2011年的中所稅申報戶 共有五百六十六點三萬戶 按所得高低分成二十等份 所得最高的百分之五家庭 平均年所得為四百六十三點五萬元 最低的百分之五為四點八萬元 兩者之間的所得差距高達九十六點五六倍 但如果根據主計總處 按照所得高低分為五等份 最高和最低的百分之二十差距來計算的話 平均每戶最高年收入有一百八十二點七萬 最低二十九點六萬 貧富差距是六點一七倍 財政資訊中心表示 國際間通用的貧富差距 大多以五等份為差距倍數 與吉尼係數來衡量 不過無論計算基礎為何 貧富差距都持續在擴大 民間團體認為縮短貧負差距 政府應該在稅制上做改革並持續改善薪資所得及基本工資 以及合理提高貧窮線以下民眾的基本生活保障 才能真正改善問題 記者物貧窮與鄰國 黃特報道